大家好,我是東京走橋的鮑勃 日本除了摩登現代的建築以外 也有許多代表日本歷史風格的區域 比方說京都的二年三年版 小京都之稱的金澤日葛茶屋 小江湖之稱的川越 日本遺產餅之譜 夏亭風格濃厚的朝鴨 或是各地百年千年以上的溫泉街 這些地方好拍照、好散步 也藏有好吃的東西 更有特色的旅館 鮑勃這次就來介紹這些區域給大家 江湖島是東京近郊旅遊的首選之一 是一個周長4公里、標高60名的陸聯島 是神奈川縣指定史基名勝及日本白景之一 島上包含自然美景、美食、以及歷史文化 是一個即便第一次來東京自由行也可以安排的行程 我們花個幾個小時來享受這座小島的美好吧 這座島嶼位於神奈川 交道很方便而且距離延長不遠 你可以選擇上午現在延長以待 然後下午再來到這裡 或是一早從新宿出發 搭乘小天極限 來到騙賴江之島站 也可以搭乘非常有特色 像雲霄飛車香南單軌電車 到香南江之島站 那我們來介紹江之島上一部分的景點吧 從車站下車之後 我們順著長橋往前走 然後跟富士山打個招呼之後 來到島上 首先迎面而來 就是通往江之島變彩天重劍石通 有兩百年歷史的青銅鳥居 江之島變彩天重劍石通 算連接江島神社的表參道商店街 一路上有很多特色的小吃店跟土產店 接下來我們通過江島神社的玉神門 銳心門 外觀是模擬龍宮城所設計的 充滿著日本神話的美感 接著往上走 我們可以參拜知名的江島神社 這個神社主要供奉宗相三女神 分成奧金宮、中金宮以及邊金宮 三者統稱江島大神 可以利用爬山健行的方式參拜這些神社 如果角力不是很好的話 你可以搭乘去付費的墊覆梯 輕鬆地拜訪這裡 如果想要跟另外一半感情順利 可以拜訪獵人之秋 在龍鏈之中敲一下鐘之後 把掛索放在牆壁上 做你們感情長長久久 大概在江之島的制高點之處 是一個看好的好區域 想要無遮蔽的全景 可以登上展望台燈塔 C Candle 一路往下降我們到了江之島的另外一邊 島的西南方的治兒之淵 是一個海池台地 是神奈川縣的50個美景的其中之一 天氣好了大白天來這邊看海景很棒 還可以順道觀賞遠方的富士山 夕陽西下的時候也是浪漫 在這裡當然是江之島的最後一站吧 回程可以順著原本的路往回爬 也可以利用搭船的方式回到本島 多段幾分鐘的船程不到那裡省下很多時間 也是一個看風景放空的好機會 爬完了浪漫的江之島 就用一個浪漫的晚餐結束這個行程吧 該在海灘邊的Garb 是一個義大利料理餐廳 在江之島這一帶非常知名 店內大概有200個位置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不需要排隊的 食材使用了江之島的新鮮海鮮 以及香南的新鮮蔬菜 有各種不同的小菜、披薩、意大利麵等等的Menu可以選擇 以合理的價位讓你吃的薄薄薄 成田機場所在地成田市 除了機場以外 還有全國參拜人數最多的寺廟 成田山、新勝寺 充滿日本傳統風情的表參道 還有鰻魚 晚上搭飛機之前 來這裡晃晃單半日遊吧 成田市是一個位於日本青葉縣北部的城市 距離上也大概一個小時到一個半小時多的車程 我們這次拜訪的成田山、新勝寺這一區 距離機場只有約十幾分鐘的車程 如果要順順的玩的話 就下午左右來成田 然後先殺到鰻魚飯店、川楓 川楓是成田鰻魚飯基站區中的鰻魚飯名店 可以已經超過一百年了 總是大排長龍 但店裡面的位置很多 所以錯開中餐的時間 應該不至於排太久 家家店原本是鰻魚疲發商 所以只能知道怎麼挑好吃鰻魚 配上蜜船帶有一點甜味的醬汁 肉質軟嫩不會過油 包裹點是1.5隻鰻魚的特等鰻魚飯 說實在話一點都不覺得膩 大排長龍真的有它的原因所在 吃飽喝足之後我們往前走 來到成田山興盛寺 這個寺廟已經有一千年以上的歷史了 是朱雀天皇下立寬朝大增鎮 為祈禱平行關東有平教門引擎的動亂 從京都來到了成田 祈禱了21天之後 動亂就結束了 祈禱時所帶來的不動冥王就留在這裡 也是成田山興盛寺 在成田開山的原因 寺廟附地很寬廣 大家可以從總門進入寺廟 經過國家指定重要文化財 人王門 然後到大本堂參觀不動冥王 然後看看25公尺高 鑒於西元1712年的重要文化財 三重塔 塔壁周圍有十六羅和雕刻 非常的細緻 如果角力好的話 我們可以搭配旁邊的成田山公園一起享用 公園附地很大 樹林茂密 非常有自然的感覺 繞過公園我們拜訪高85公尺的平和大塔 跟公園一起拍攝真的氣派 然後往回經過大本堂的方向 我們再去拜訪兩個重要文化財 一個是江戶時代中期 1701年所建議的光明堂 以及1861年建造的鵝堂 上面有江戶時代貴重繪馬 以及各種造型的雕刻 很有氣氛 離開成田山我們回到剛吃蠻雲的地方 就會寺廟的表餐到 這裡江戶時期就已經很繁華了 有許多餐廳、吃茶店、經典品店等等的 就算只是散散步 感受一下日本風情也很棒 我們就一路散步回到車站吧 如果想要從成田辦日遊 變成千葉歷史一日遊 還可以搭配小江戶之稱佐園 這裡離機場大概一個小時的車程 區域有很多江戶時代末期 製造和時代前期的建造的木造丁家建築 藏造的店鋪建築 以及陽風建築 距離佐園車站約10分鐘的巴士 可以拜訪知名參拜景點 日本全國各地400所相取神社的總社 相取神功 在明治時代之前 僅有三個神社 擁有神功的位階 伊士神功 相取神功 和鹿島神功 換句話說 相取神功的地位極為崇高 好 境內有不少的重要的話才可以參觀 大家也可以蓋個玉珠印當紀念品 藍山應該是聊到京都旅遊 一定會提到的一個大景點 好山好水而且好有歷史 而且景點大多數走路就可以到達 不知道不過今天就來簡單介紹 藍山一部分的必訪景點吧 藍山位於京都市的西部 是一座標高400公尺的小山 但廣義來說橫跨貴川的杜月橋左右兩岸周邊 都稱為藍山 這一區是平安時代 也就是西元八世紀以來 許多貴族別裝的所在地 於1994年被拿入世界文化遺產的天龍寺 是由族立尊寺 為其後醍醐天皇名符 於立尊二年1339年所建立 很可惜由於多次遭遇火災 所以現在看到了各大堂 經緣明治時期之後所重建 室廟的腹地非常的大 而且四季都有各自的美好 鮑勃拜訪的時候是初夏 剛好可以欣賞到可愛的繡球花 另外可以拜訪天龍寺規模最大的建築物 方丈寺 坐著欣賞對面日本最早指定的歷史遺跡特別名聖 曹元池 日本感十足 藍山這一帶還有許多風景優美的寺廟 那鮑勃這裡就不一一介紹 等大家自己去發掘囉 想到藍山大家應該也會聯想到藍山竹林吧 也是京都最具標誌溪的景觀之一 雖然只有短短200公尺左右 但密集又高聳的竹子 仿佛置身在一個不同的世界 金服電器鐵道藍山站周邊 有不少商店以及餐廳 建築也非常的復古 也可以看看知名打卡景點 有產的光臨 有機會一定要晚上來看看 從這裡散步到杜月橋 體會一下平安時代 貴族邊散步 邊看貴川河水的悠閒風雅氣氛 真有日本感 如果走累了也可以拜訪 藍山最知名的咖啡店 Percent Arabica 坐著喝杯飲料 位於東京葛市區的柴佑 商店街讓有走回到江戶時代的感覺 好吃的食物 日本感十足的庭園 以及美美的河濱公園 在這裡待個半天悠閒一下吧 柴佑位於東京的東北部 距離上野大概40分左右的車程 雖然距離市中心並沒有很近 但如果你第一次來東京 安排太多天 如果人群有點膩的話 去個柴佑 一定會讓你有種新鮮感 柴佑車站一出來就直接接著商店街 也就是柴佑第四天餐道 但我們先跟男人真命苦的阿影的銅像合照一下 第四天餐道長約200公尺 運氣很好的躲過二戰的空襲 所以能夠保有近代化前東京面貌 餐道上有很多紀念品店 餐廳 以及日式甜點店 如果什麼都不買 光是在這裡散步 看建築也不賴 鮑伯推薦這裡有150年歷史的一系一 曾經兩年獲得他 佩洛顧甜點百名店的稱號 雖然被歸類為甜點店 但醃漬的小黃瓜真的很不賴 鮑伯推薦這裡的名產 哈根達斯口味的銅鑼燒 有抹茶口味或是香草口味 讓鮑伯分享起來 小時候常吃到的銅鑼燒冰淇淋 參道走到底就是柴佑第十天 第十天創建於寬有年間的1629年 正式名稱為金榮山提金寺 我們首先穿過超過120年歷史的二天門 門上雕刻十分的細膩 據說是模仿東照宮的陽明門所設計的 往前走就是第四堂 於1929年完成 能保用疾病得到治癒 參拜完後往前走 來到鮑伯超愛的小祕境 東京都指定名勝 CKN 於昭爾四七年設計完成 紀念大概約2000平方公尺 大家可以在木造的走行上散步 沈浸一下身心靈 另外也可以繞到地獅堂的後方 欣賞雕刻 如果肚子有點飢餓想吃正餐的話 鮑伯推薦只有週五到週日 以及國定假日才有營業的 Sobakiri 日耀安 店內非常有空間感 而且白天使用自然光 跟一點點的黃光感覺舒適 蕎麥麵的特色是自家製的蕎麥粉 然後以石就研磨出來 吃起來有種越嚼越香的感覺 包伯點鴨肉蕎麥麵的煎鴨肉 放在小小的平底鍋上 讓鴨肉保持一定能熱度 另外玉紫燒也蠻好吃的 大推 吃完牆賣麵可以走到柴佑公園 看看江湖川放空一下 結束今天的柴佑半日遊行程 一個位在山裡的街道 讓人有一種回到過去的感覺 讓我們花個兩三個小時 在鞋丁某件房屋街道吃個飯 散個步 喝杯咖啡 當成德島旅遊的一個休息站吧 這裡位於德島縣西北部的美馬市 最方便的車站是雪吹站 從車站、搭公車 加上走路大概15分鐘左右 江湖到明治時代 即也穿戴給德島西阿波這個區域繁榮 卯建房屋街道這個區域 作為阿波蘭與煙草的集散地 也同樣享受了無比富饒的時光 這裡保存了江湖中期到昭和初期的 85棟建築於430公尺的道路上 也因為保存良好 這裡於1988年 被指定於重要傳統文化建築區保存地區 特色為街道兩旁的卯建防火牆 就是用房屋山形牆旁邊伸出去的側臂 也是有錢的代表 建議散步拍照後 走到古代燃卵倉庫風格的道之役蘭葬用餐 這裡二樓提供了德島縣當地迷產 阿波尾姬蒸籠飯 雞肉非常的軟嫩 山菜跟五木飯也是煮的恰到好處 美味 如果不是很餓,只想要稍坐休息的話 這裡有很多古名家風格的咖啡店 比方說咖啡角屋 剛剛提到協定某件房屋街道離JR穴吹車站很近 如果是從德島車站到穴吹車站 可以選擇搭乘觀光列車,藍機也穿小火車 藍機也穿小火車分成室內跟室外兩階的車廂 採用阿波蘭的色調非常可愛 跟站內的工作人員說再見後 電車也開始緩緩的向前進 到了石井車站後,我們轉到室外的車廂 聽著導遊講解這條路線上的風土鳴情 一路吹著涼爽的微風看室外的美景 時不時跟熱情的德島居民打招呼 約80分鐘的車程,感覺馬上就結束了 JR穴吹斷下車後,就可以前往鞋釘某件房屋街道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還可以訂閱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看更多內容 我是包博,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